接下来这个团队呢是来自香港 要让大家出国旅游更方便 虽然大家可能因为COVID的关系已经两年没出国 那以前出国的时候都要先做很多公课 要上网找啊 要看Blog啊 各种东西 才有办法对你要去的地方有历史啊 或是知道什么好玩 要跟他的故事 或者你就只能请一个导游 但导游有时候就是挺煞风景的 你这样在跟一个陌生人玩 那怎么样都不对 也很麻烦 那这个问题呢Storius的这个团队要来帮我们解决 让我们来听听Fred也要为我们介绍的Storius Storius是一个地理标志语音分享的app 我是Freddy 是在文化领域创业有十年经验的专家 也是香港大学一名老师 在我眼中年轻一代已经不跟团区旅游了 他们都是背包客 然后背包客遇到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旅游经验不长船 都是走马看花 特别忽略了文化下面一些典故啊 故事啊 意义啊 我们相信你不用看一百页书去理解 我可以让写过一百页书的大师为你讲解 Storius掌握了语音技术跟GPS 可以让知识创作者在地图上面标志录音 让访客使用者直接聆听跟踪就OK了 所以让你走着听着发掘文化宝状 我们接近五十位大师的创作者已经跟我们合作 其中包括华人基督教历史的权威 建筑师专家带我们有理解建筑跟无家者的眼光看贫穷 更有娱乐民人用Storius做筹款 最重要的是年度最大的股质活动 我们官方会使用Storius 所以我们在内容跟渠道上面已经踏剪好了 我们首三个月的那个Traction就已经有三千个用户 其中百分之十付款可以跟创作者分红 我们的团队都是十年以上经验文化旅游跟创业的精英 所以在建立整个APP上面很有信心 我们打算拓展台湾跟东南亚的市场 如果你也相信工晓大师故事成全文化保障的话 一起跟我们聊聊吧 好 我们谢谢Freddy Freddy 我想帮大家问一个问题 其实现在有很多像ARVR这种比较新潮的媒体 来当这个互动的方式 为什么会选语音这个行之有年蛮传统的方式呢 在一个ARVR的年代 为什么我们还要用语音呢 其实我们的投资人 香港厂市大学跟我们合作 在未来我们会跟他们 在香港最大的一个AR旅游的项目在做合作 目前呢我们想要看到的就是 在一个人去旅游 他们眼前就是有文化保障的话 我们想要它的Eyes on the side Ears get inside 所以我们会决重现在的阶段用语音 去旅游的话让大师为你讲解 所以很简单的一边听着一边走着 就能发觉到文化保障 至于未来AR跟VR会怎么去用呢 我们会在后面的阶段慢慢去研发 在这个ARVR时代我们肯定会决重的 但是不是在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会focus在语音 好我们谢谢Freddy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